在咱们的节目中提醒过大家N多次 车辆后备箱不是保险箱 然而在山东青岛 一名宝马车主不仅把两万元的现金放在了后备箱 而且还把后备箱敞开着 幸好有热心群众发现 这一幕发生在青岛沿三路的工商银行门口 宝马车的后备箱半场着 车主却不知去向 有市民发现并马上报了警 民警赶到现场后 对后备箱一检查不要紧 也吓了一跳 中国现场查看 车门完好 后备箱开着 里面的物品没有翻到的迹象 应该不像这个撬到的按键 我们随即对这个包内物品 把进行打开包内物品 其中一个咖啡色的包内 有厚厚的一楼现金 现场清点是两万零三百元 民警猜测 车主应该是把现金放进后备箱之后 忘了关好后盖 由于现金很多 为安全起见 民警先把现金带回了派出所 并根据车牌号查找车主 据了解 当天晚上八点多 车主把车停好后 急匆匆的去办事 还特地把包放进了后备箱 结果没想到 竟然忘记了关后备箱 幸好一个多小时内 没有其他人靠近 不过最终财务能够保全 还要感谢咱们热心的市民和民警 市民和党的市民 我想要批断